本人看到這個字 都會讀陶者 因為珍人真事改編 珍人就叫 陶者 泥土就是陶 他的社派是陶的 不過是陶 十幾歲就在一個家庭裏面做馬姐 住家妹 梳喜無家 看著五代成長 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一個真人的少爺還沒死 是不是還在做電影呢 還在做這套電影監製 兩者的情是由一個主僕情轉到一個母子中親情 土者晚年 老人痴呆 一路的過程出錢出力幫助他 但我們看到香港人看著他 有一種感覺是說話 三個字擺在你面前叫做老病死 導演很清晰地擺在你面前 你看完之後有點害怕 每個人都說 糟糕 我老了怎麼辦 我看完首演之後 人家捉住我 特別是單身的 復師 我老了怎麼辦 我照顧不了那麼多人 你搬近我那邊 我老遠讓我女兒來探 探望你 順便這樣 但這套電影真是為香港爭光 很多地方都獲得獎 我們機構其中一個NGO 有很多個 我們其中一個是有一個特別場 要來籌款 3月10日 我們在I SQUARE 如果你有興趣就可以 打電話給我們 或電郵給我們 我們希望一千元一張門票 籌了足夠的錢 是幫香港長者的陪診服務 電影都有提到陪診的東西 因為有些獨居老人在家 行動不太方便 特別是冬天冷到那麼 他去覆診沒有什麼動力 怕會跌倒 如果有一個陪診服務 讓他能夠準時去覆診 對他健康是好的 這套電影好像延續性很厲害 我覺得都似乎 以前是拍續集而已 那個延續性 你說什麼星球大戰那些 拍三枕 但是這套電影的延續性 譬如說慈善事業 另外最近又在電台發為一個連續劇 就是這樣播放 這個我覺得的形式 可以說是給我們一點點啟示 就是說以後我們做 以前有merchandise 例如說拍續集 那些是commercial 原來可以有另一種延續性 就是對社會的公益事業 或者對價值觀念的提升 可以這樣用不同的媒體 不同的活動 將這套電影的訊息延續 是的 譬如他首映的收益 就是有一間公司的贊助 他們將收益50萬 捐給一個中風的機構 就是專門幫助一些中風的長者 在整個康復期間的照顧 我覺得這些真的很好 我覺得香港電影應該要考慮一下 你剛才說得很對的 我們不要只是北望神州 就是一個很商業性的怎樣賺錢 原來做一些方法 電影不只是賺錢 電影還是一種 信息 信息的表達 對香港人提醒 我們應該要關注的問題等等 都可以提出 他既寫實 我覺得許安瑋好東西就是在這裡 他很寫實 但亦很平實 就是每一個鏡頭 每一個細節 沒有要打動你什麼東西 但你就覺得那種的感覺很強 你很明白嗎 這個是他一直以來的 都似乎是一個他的風格 是的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最近也有另一個商年新聞 有些像 就是好像一個年輕人 細節我不太記得 一個年輕人 就是拍了一部短片 接著就 那些人看不明白的 香港人看不明白 但是拿去外國那裡 就拿了獎 其實他用的工具 一些很簡單的工具 他不是一個大導演 不是說有很大的器材 但是最主要就是 他說我有些事情想講 就是那個青年人就說 我有事情想講 那麼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一個 現在其實大家都可以 用一種叫做 跟以前不同的 以前覺得很複雜的 要裁有很多資金 或者一個發放渠道 會有限制的 現在不用了 所以我覺得 土者這套電影故事 是給我們之前所說的一個訊息 另一件事情就是 你有什麼想講 譬如說現在我們社會烏煙障 你看到特首連續劇 你有什麼想講呢 其實有很多的方式 你是可以透過拍攝一部短片出來 去回收 我覺得電影 最重要的內部短片 兩件事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 我們香港很強行的喜劇 喜劇的作用 對整個社會有一個作用 就是大家鬆一鬆 壓力這麼大 看完就好一點 有一點治療性 對社會有貢獻 第二就是剛才所說 有信息 這個很重要 而不是一大堆頭堆砌特技 堆砌的場面出來 看完之後 三國再三國 三國再三國 那是怎樣的 你明明有在 你講得好 最近又有一套三國 是的 中國五千年歷史 為什麼不可以拿一些 小一些的朝代出來打 不斷拿一些刀 就是假的特技 你又不感動的 你完全打特技 你不是真人在頭部 你怎會感動 你不應該感動 你見到假的事 應該不應該那麼弱 但場面應該是感動的 令到觀眾的情緒很矛盾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回歸基本就是信息 為什麼呢 其實電影最起初的時候 都是 有些事情你想講 這件事很重要的 不只是拍你所說的 堆砌的電影出來看完之後 這樣就打發了一些時間 你看到外國現在有一套片 就很震撼了 是不是 默劇 沒有什麼 青哥無女人 是不是對白 只是導演說 CAMERA 沒有 沒有 唯一一個對白 所以他的獲獎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開心 是 他也是一個有信息的一套電影 另外一套叫伊朗的什麼 婚姻 婚居 婚居 我認識分居 這套又獲了獎 這些戲全部都是有信息想講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香港觀眾仍然對電影 是肯投入一票下去看的 問題是除了3D之外 究竟做什麼 即是吸引我們進去 我認為香港很盡心 要捧一些有信息的電影 如果這樣的時候 令到製作人肯去做 為什麼呢 導演其實不是不想拍有信息的電影 沒有投資者 這次許安懷這套電影 若不是劉德華有錢肯投資的話 不成事的了 所以土耳這套電影真是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我想你拿著劇本去找10個電影投資者 這套電影都沒有可能開電影 是的 但誰知道這套電影可以這麼大的成功 我想在商業上它也算是成功的 就是收回 不知道 然之過早 究竟他的票房能否令到他有所集合 至少他發行在外國有了這麼多的獎項 希望祝福土耳這套電影就不單止在香港 就是中國市場能夠打開 中國市場能夠打開 我覺得給了中國人一個重新的看法 就是說香港電影是可以這樣 第二 其實國內的老人問題 比香港不是離得容易的 也是很困難的 我們怎樣去尊重老人家 這是很重要的 最近國內在街上見到一個三四歲的小孩 就站在腳踢他爸爸 他就說 不要這樣 繼續踢他 你想想一個四歲的小孩 爸爸也不尊敬 怎會尊重老人家 希望土耳電影在中國播放之後 再一次將中群的那種孝道精神 再一次提升 ここ 优优独播剧场——衛生inkl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